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日前的一则特别报道当中 列出了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美中两国在印太地区 有三个关键的冲突引爆点 那么首先第一个火药库 就是解放军不断的派出 多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而美国的军舰也在关键性的时刻 穿越台湾海峡 第二个引爆点则是 中国通过海艇法之后 在间隔诸岛 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 出现了紧张态势 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 表达特别关切 而第三个美中两国 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 这是最近美国海军的两艘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 同时进行双航舰演练的南中国海 那么拜登要如何应对美中 在印太地区的这三个关键冲突点 台海 东海 南海 究竟哪一个是最危险 又最有可能引爆的导火线 这三个地区的最新情势方展 又将如何行塑 拜登政府对于中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呢 海峡论坛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 来问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从东京通过电话连线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 美中日比较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杨中美博士 杨博士欢迎您 你好 谢谢 好 另一位是从洛杉矶 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 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中校 姚陈先生 姚中校 欢迎您 主持人好 杨博士好 观众大家好 好的 首先我想先请教 在东京的杨中美博士 刚才我们前面介绍了 最近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了 拜登总统上任之后 美中两国在印太地区 最有可能引爆冲突和战争的 这个引爆点 当然第一个是台湾海峡 现在紧张 另外就是在东海 就是钓鱼岛附近的一个 在中国海警法通过之后 实施之后的产生 一个危险的紧张情势 当然第三个就是南中国海的 当然因为您在东京 就先请教您 有关于这个东海的部分 尤其是在这个 中国的海警局的船只 在2月1号正式实施 所谓的海警法之后 陆续地侵入了 钓鱼岛的周边海域 这被日本方面称为 是间隔诸岛周边的 这个日本的领海 那么最值得关注的是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在第六次侵入领海的 两艘中国海警船当中 还有其中的一艘 是配备了类似机关炮的 重型武器 像刚才前面我也介绍了 最新的发展是 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 特别关切 这个中国海警法当中 有关于可以配备武器 使用武力的这样的法律文字 你怎么看相关的 最新发展呢 张博士 最近日本的国方面 也是非常紧张 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尤其是2月6号 7号连续两天 有多艘中国的海警船 进入这个坚格群岛 坚格岛就是 现在就是 中国的钓鱼岛附近 那么当时呢 在这个附近呢 有日本的渔船 那么中国的海警船 过来的时候呢 日本的自卫队的海军呢 就马上就冲出来了 然在了这个中国的海警船 和这个日本的渔船之间 那么就实际上呢 就是没有中国海警船呢 和日本的渔船呢 就没有手心驱离 因为当中加入日本的 这个自卫队的海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日本的方面报道呢 就是非常紧张 因为中国的这个海警船的 船的等位是非常大的 比较大 而且有一手呢 就是配备了机关炮 大概40米里的这个机关炮 非常重型的武器 那么当时 虽然没有动武 但是呢 就是说 这确实是用武装 武器的 这个设备的这个海警船 那么这个中国的 在2月1号以后呢 就实行了这个海警发 海警发里面明确规定 就是可以对付不服从这个 中国管辖的这个外国船者 可以和人员和组织 实行这个武力驱走 和动用武器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什么时候擦枪折火呢 都不清楚 那么这个日本呢 现在呢 没有中国相应的海警发 没有这种没有的 就这个自卫队的防卫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直接用军队的 由军队下命令 当然就是发生了一个战争的问题 接下来我想请教 这个姚成姚忠孝 你怎么看 现在刚才杨博士所说的 在这个日本 钓鱼岛周边的 这个最新的这个紧张态势 以及最重要的是 中国在2月1号之后 正式实施的 这个所谓的海警法 刚才杨博士也介绍 这个海警局的船只 可以配备重型的武器 而且允许对外国的船只 和人员来动用武力 刚才我说了 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 特别关切这个海警法当中 这个相关动武的 这个法律文字 那甚至有外界质疑说 那这样子中国的海警 是不是有可能成为 所谓的第二海军 想请教您的观察和分析 大家现在一定要明确 这么个概念 海警船实施是军人 是军队 因为这个中国的海警 现在属于 就从18年的时候 属于武警 武警其实就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个组成部分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部队 海警船上面的 这些人员 军人 都是军人 都是海军各个院校 培养的军人 要不然他不会去操纵 一个军舰 这是一个 他的性质就是军队 第二个 他这个海警部队的舰艇 我注意到了 有的甚至达到了 一万两千吨 那中国海军最大的导弹驱逐舰 055是一万两千吨 跟这个平起平坐了 这个了不得 还有一个就是 他上面装备的武器 看上去 只有一门76毫米的火炮 其实他还有辅炮 还有机关枪 他还有其他设施 那么从这个性质上来说 他是军队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个 他的装备 有的是新造的 其实大部分是海军退役的 护卫舰和驱逐舰 都在两三千等以上 那么这么一个军队 就我们现在就可以说 他是军队 他现在的人员编制 人员编制是一万六千多人 他的舰艇 有135条 他的总灯位 达到了36万灯 那我现在可以这么说 他现在其实是中国的第四舰队 因为中国是北海 东海南海三个舰队 他的规模已经相当于一个 中国一个舰队的水平基地部队 第四舰队了 一点都不逊色 当然呢 他名义上他是海警 海警 他是海警 他说有警察 但是呢 他的这个护卫舰和驱逐舰呢 退下来 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退下来 你比如说 我现在发现有一个 0532去导弹护卫舰 他有型号 就是交给了他们 另外 他的这个 072大型登陆舰 都是一万多灯的 都交给了海警 所以现在从规模 从编制体制和他执行任务上面来说 他其实就是中共的一个军队 说是第二海军 说是第二海军 是好听一点 实际上就是第四舰队 杨中美博士你怎么看这个 姚陈忠祥认为说这个 不管是从盾位还有人员的编制 还有任务来讲 就是第四舰队 还有第二海军 我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的 其实这个实际上的 这个海警法律明确规定 它是属于这个中国 中央军委管制的 那么实际上在中央军委管制下 就是可以执行军事命令的 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军队嘛 名义上它是一个海警 但是它就是一个整军队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 各国都非常的关系 想要请教杨博士 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日本 美国 还有台湾官方三方的这个反应 刚才我提到了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 针对这个海警法 可以动武的事情 表达了严重的关切 另外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呢 也表示说 针对这个中国海警法的实施 不排除日本也会在 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 使用武器 那当然台湾的外交部 除了批评中国的海警法 一定影响到东海的区域 和平稳定之外呢 也重申掉于台式 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 这个台湾卫多加主权的决心 是坚定不移的 想请杨博士评论一下 美国国务院 日本保安厅 还有这个台湾外交部方面的 三方反应 那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 钓鱼所谓的钓鱼岛 就是日本的尖隔群岛呢 实际上这个事情 就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那么就是说 这个最初呢 就是日本方面主动呢 就是挑起了 应当是这样讲的 就是当时的这个东京都知事 在这个80年代呢 美国去开会的时候 提出了就是购卖岛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等于是打破了 这中国之间的默契 就是说 把这个问题架起来 以后再解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就开始了 就是宣传战 宣传战和舆论战 那么在这种方面 在外交和各个领域方面呢 实际上就进行了一个宣传战 那现在的第二步呢 现在就进入到法律战了 那海警发展实际了 就是到了法律战 现在这个拜登上来之后呢 三大火药库 就是除了东海之外 还有台海跟南中国海 当然这个姚成忠孝 您是这个台海问题方面的 这个专家 想请教您的是 这除了现在是东海情势 刚才呢 已经陷入紧张之外呢 其实台海情势 更是被各界视为 是拜登总统上来之后呢 全球最危险的一个 潜在战争的一个冲突引爆点 很多这个美国的著名智库 包括我们谈了很多次 这个外交关系协会CFR 都把这个台海地区的 这个危险指数啊 这个级别上升到了 这个最高级Tier 1 然后让大家非常紧张 你怎么看 现在好像在三大火药库当中 这个台海的形势 是公式列为三大冲突点之首呢 您的分析 没有错 现在台海的形势是最紧张的 那中共现在摆出的姿势 就是要打的这个姿势 南海和东海 包括钓鱼岛这块呢 它只是冲 有摩擦或者有一些动作 但是实实在在的是 中共准备在台海动手 这个毫无疑问 因为台海这一块 我已经分析过 这个台海什么时候打 什么时候打 那个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国际形势 中共认为现在的国际形势 对它打台湾有利 因为美国现在 本身国立的问题 经济问题自顾不暇 美国一自顾不暇的话 其他的跟班的呢 就不行了 他所以认为 这个这时候是打台湾的最佳的时机 从国际上来说 如果过了这段时间 这个时间不能充分利用 等美国和世界各个国家恢复了以后 他再打台海 他就难了 这是国际形势 这是中共的判断 第二个呢 就是国内的形势 习近平急于打台湾 意思就是 二十大他要连任 因为他连任 就是国家主席 宗盛志的唯一的一个理由 现在能站出 拿出来的理由 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 要不然他在党内就没有办法通过 他到现在不势力接班人 他要连任 这是还有一个就是 中共现在处于很大的危机当中 他也要转移目标 他一个建党 也是一百周年了 一百年 他不能等了 这是国内的形势 他迫着他要打 第三个就是他的战争准备 习近平上来以后 出乎意料地 把海军空军实力翻了好几倍 你比如说 我们去年年初的时候 才知道 中共的海军的大型登陆舰 四十条 那么今年到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造到了七十四条 现在海军的总兵力 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所以他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解决台湾问题 战争准备的问题 他基本上解决了 所以这三个是他打台湾的一个分析一个预测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当然了 话说回来 他的判断的形势也许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刚才姚中校从内外部形势还有军事准备上来分析台海开战的时间点 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 不过我想回到东京的杨中美博士请教 事实上前美国国防部的副次长 日前在一场由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主办的视讯会议上也提到 刚才姚中校提到台海的形势 台湾面临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 事实上也跟日本有关 会直接牵连到日本的利益 因此这个Brian他就建议说 美国必须和日本跟台湾同时建立一个所谓的美日台联合司令部 因为这个美日台的军事同盟关系如果建立之后呢 中国想打台湾的话 他要面临的是三倍 甚至是以上的这个军事防御能力 你怎么看这位前国防部次长Brian他的建议 成立这个所谓的美日台联合司令部呢 杨博士 尽管这个提出了一个建议 像是现在的美日方面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因为美国 日本和印度 澳大利亚 搞的这个印太这个战略 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美日印好 印澳大利亚的四国联盟 那么这样子他要想加入这个 再加上韩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想组成这个东亚的北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 军事上的碾压 但是呢 现在呢他唯一的没有完成的就是一个韩国 表示不愿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东亚呢也没有淌浑水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要组成这样一个东亚的北约呢 在事实上有点难度 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在渐渐地成行了 正朝着这个方向 因为前进了 尤其是日本表现的比较接 因为呢 如果是打台湾的话呢 肯定是会影响到这个 应该影响到日本 因为尖克群岛 在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就是 钓鱼岛就是 所以 这台湾尼兰县管辖的年来 那么在这种解放台湾的情况下 如果解放 钓鱼岛的话 也是等于解放台湾 因为年来在历史上 日本统治的时候呢 这个钓鱼岛是属于 这台湾尼兰县管的 那么这是在有法律明文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打台湾的话 那也可以甚至解决这个钓鱼岛问题 那么对日本来说是 非常有危机感的 那我认为这个情况下呢 日本它表示呢 就是现在都 国外方面都表示 要加强这个 和这个同盟价值 表示以美国和日本为主 特别日本要各方面去 去游说 包括欧洲等国 那么组成一个共同的阵营 来对付中国的扩张 他们是这么宣传的 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已经确实问题了 好的 有关于如何联合其他的地区的同盟呢 稍后还要继续回来请教杨博士 不过我想回到这个姚晨姚中校 您怎么看 就是我记得您曾经 在我们节目中也说过 美军在南中国海这一块的 这个军事行动呢 您当时是比喻为 所谓的唯卫救赵 因为就您的说法是 如果美中必有一战的话 中共可能更希望在台湾海峡 在台海打 但是美军则认为自己 是在这个南中国海地区 比较占有优势 那么现在我们根据 刚才两位的讨论 又加进了一个 东海钓鱼岛的变数在内 刚才杨博士也提到了 这个解放军打台湾的话 可以顺便解决 这个金戈猪岛钓鱼岛的 这个问题 你怎么综合评估 现在台海 东海 还有南中国海 这个三海联动的情况 您的评估是什么呢 今天这个节目非常好 把整个的海上的局势 全部拿出来放在一块 其实三架是有联动的 以前东海钓鱼岛这一块 还没有什么动静 那中共现在出击了 中共出击 它这个原因 目的是非常明确 因为美日同盟 一旦打台湾 美国 日本会联合起来 帮助台湾 所以现在 它很有必要 给日本威胁 现在要团结起来 团结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 单靠美国一个国家 对付中共 保卫台湾 是不够的 因为美国现在的状况 不是很好 所以 日本这个国家 是非常厉害的 别看它现在是 民用的东西多 它一进入战争状态 中共 真的是打不了它的 所以说 美日台 有必要联合起来 这是一个 要对付中共 第二个就是 这些国家 包括日本 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 一旦中共 魔爪伸到 这个整个台北洋的时候 没有一个是性贞者 所以也必须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也必须要联合起来 尤其是日本 台湾陷落以后 日本直接面对中共 它不安宁的 中共突破第一岛链以后 紧接着就会 突破第二岛链 钓鱼岛 就是现在的钓鱼岛 就是将来中共 对日本动手 突破第二岛链的一个 借口 一个突破口 好的 那么杨中美国 事实上就像刚才 要中校讲的 一旦这个台海有事 或是间隔链鱼岛有事的话 这个卷入的不只是 美中两个大国 还有包括日本 甚至是其他的国家 怎么这么说呢 这个我们来看 这个国际间 这个合纵联合 请你讲这个外交的部分 稍后再请 要中校谈军事的 合纵联合 这样讲 中文刚才您提到 这个美中 美日印澳 这个四边的安全对话 已经谈到了 对中国海警法的 这个 还有这个小北约的 一个成型跟关切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七国联盟的 七国集团的 这个G7 也在美国总统 拜登的组织之下 已经召开了 那么在这个 七国G7 这个首脑峰会上面呢 也特别聚焦在 这所谓应对 中国威胁的 这个部分 你怎么看 一旦这个 不管是台海 或是这个 东海有事的话 卷入的可能是 包括美中日 和其他各国 那么这些国家 包括了G7 跟这个四国的 这个安全对话 如何结盟起来 应对中国的威胁呢 安博士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呢 日本是首当其中的 美国呢 因为是美日同盟 和台湾 台湾的关系 所以它 加入的可能性 比较大 那么其他 欧洲国家呢 实际上是 从地理形势上 加入不大 但是呢 从这个 价值观上来 他们是 共同是 所谓的民主 自由争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有可能的 那么在现在 日本呢 就是想 这国内有一种舆论 就是比较强烈的 一些政治人物 都表示 就是要 把这个 G7切国 就是先进切国 都动起来 切国集团 如果是 切国切国集团 能够动起来的话呢 从这个经济总量 和这个 财富上来面讲 富裕的程度 和军备程度上来讲呢 要远远超过中国 那么在这种力量面前呢 中国 它能够压制中国的 问题就是 要把这个 切国集团 联合起来的话呢 实际上是 做到 做到 与自己的 国家利益相关的 共同 像日本和美国这样做呢 是比较有难度 但是日本和美国 正朝这个方向 去再努力 我觉得呢 这个呢 不管怎么样讲呢 这个欧洲 一部分国家 包括英国和德国呢 已经表示 愿意派出军舰呢 到南太平洋 南海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已经开始 已经有动作了 这种情况下呢 这种可能性 也不是没有的 中共呢 也正 连练着 年轻的局势 的确是 不只是这个 外交上的 合作联合 还有军事上的 合作联合 刚才杨博士提到 除了这个 美日英澳 在这个东亚地区 成立小北约 在围堵中国之外呢 G7 七国集团 现在也开会要来 应对中国的威胁 请教杨周校 刚提到 欧洲的部分 怎么参与呢 事实上呢 刚才稍微提到了一些 就是英国其实已经表示 今年就要派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 来到这个亚太地区了 那么法国 今年也将参与 这个美日 两期的联合操演 还包括德国 也将派驱逐 电巡逻 这个印太地区 一种分析 这个军事上的 这个合作联合 也可能包括欧洲的部分 姚忠孝 因为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 它都属于北约 它是军事联盟 一旦美国跟谁开仗 这些国家 他们有条约的 也会参战 所以他们也是在按照法律 按照一个 以前的一个协约 来执行 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 欧洲的人 欧洲的军舰过来 主要的还是 现正性的意义 因为它不可能 大变队过来 你像英国的一个 航母过来 一个航母战斗群 或者是说 法国来了一条 什么德国来一条 这主要是现正性的 这个表示 给中共一个 强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 得到多助 失到寡足 就全世界都在 打理的情况下 你心里就发虚了 我认为 欧洲这个起到的作用 是一种心理的证实 应该说大一点 好 那除了这个欧盟关切之外 我再把这个焦点 转向这个东南亚 来请教这个杨博士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除了 这个这次的 这个中国海警法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除了针对这个 日本东海之外 也是针对这个 东南亚国家 也就是南中国海 又把这个南中国海 再拉进来 那是上刚才 我提到美国国务院 所发表的声明 特别关切 中国海警法当中 也重申了 对日本 不只是日本 还对菲律宾的 这个安全的承诺 我想请教杨博士的是 您认为说这个 因为美日非这三国 也曾经举行过 这个联合的军演 东南亚国家 在这个面对 中国的海警法的威胁 还有这个解放军 越来越强势的 这个海上扩张的时候呢 是不是也会加入到 这个以美日为首的 这个伙伴体系当中呢 请教杨博士 我觉得东南亚国家呢 比较困难 因为他们本身国家的 体量就比较小 力量比较弱 那么如果是大象打架的话呢 就是草地照样了 他们怕就是 一旦中美之间有冲突的话 就会伤及到他们 他们尽量呢 就想能够搞平衡政策 必生于事外 那菲律宾 新加坡就是比较明确的代表 那么在菲律宾和新加坡呢 在中美之间呢 经常摇摆 那么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 他们是根据自己的 国家利益和战争的 波及的情况 来考虑问题的 那么在长远的方面考虑呢 他们自身很难不足 所以说在东南亚国家呢 基本上是 还是保持着目前的状态 就不会选择选边站 而是表示着观望和平衡的政策 来保持自身的利益 姚程中下 请您分析两个问题 一个是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要怎么应对 他现在这个三大 这个火药库 这个美军介入的 这个可能性 请您分析 再来就是说 刚才您说到 这个台海开战的时间点 有可能在二十大之前 那么也有一些 这个美国智库认为说 他们认为反正是乐观的 就是说 因为刚好今年2021 是中共建党百年 反而中共会受此牵制 可能不希望 这个外交的冲突 或军事冲突 转移到它这个百年的 这个百年建党的这个焦点 反而会成为 这个中国避免挑衅 或是避免开战的 一个因素 想请这两点 作为您的结论 小中笑 关于这个 在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要动手呢 是取 是取 于他个人的因素 是中国 我刚才讲的 分析三个 三个情况 一个是国际形势 国内的政局 和他的 这个战争准备的 情况 这三个情况 很有迹象 有迹象 要 这个 表明吧 就是 二十大之前 也不是说 绝对是要动手 只是说 推断 这是他 动手的最佳时机 所以呢 这个 尤其智库呢 当然 出于好的愿望 世界上 一些民主国家 有些好的愿望 是 希望 不会发生战争 但是 你们错误地 估计了中国 错误地 估计了习近平 他现在已经疯掉了 他甚至 我都没有想到 他甚至是 对钓鱼岛 跟日本人 去对抗了 这个 这是兵家大忌 你要动台湾的时候 你肯定在周边 就不要再去 远别的事了 所以 这一条证明 就是习近平 已经疯掉了 他已经失去 美军介入的可能性 还有拜登的应对方法呢 拜登现在做的事 是应该说 跟川普不一样的 应该比较好 就是 他在 拉着别的国家 一块儿去 对抗中共 川普呢 是单打独斗 所以刚才 节目讨论了以后 就是说 日本台湾 要成立一个什么 工作组合 然后欧洲的 以后来 我觉得 这是一个 大好的方向 对付中共 保卫台湾 要全世界 各个国家 伸出援手 保卫这个 民主和自由的 这么一个政权 这是必须的 光靠美国 一国国家不行 所以 那个拜登 现在的决策 我认为是 走向比较 正确的方向 好的 感谢 姚中校 也请杨中美博士 为我们做简单的总结 姚博士讲的 姚中校 讲的很 非常正确的 就是说 现在的单打 作斗的 和中国对抗 是不可能的 在力量上 很容易分散 那么现在 比方刚才 对日本的 钓鱼岛问题上 并不是 日本 中国方面 风的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 策略问题 我认为是一个 这个 深冬即息 因为如果是 如果不 它这样的 实际上对日本 进行危险 如果中国在 对台湾动手的时候 日本考虑到 自己的国家利益 是不是 可能会比较 有些担心 就不想加入 那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是 分个包 分个的一种 一个策略 我觉得呢 可能是 中国有更分远的考虑 现在这台 进化实现以后 对日本进行 确实是有一个 比较 深冬接戏的 一个考虑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杨中美博士 还有姚成忠孝 两位带来 自我深入的分析 感谢二位 好的 也要感谢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收听和收看 提醒您 来宾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帮东宁 祝各位平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